火则葵,这个挂又很难解,四十摇 不知道是不是四十摇都难解 这个小的规律我们没有时间去研究 那么,这个倒过来就是风火家人 那火则葵呢,就是说小事急 就像家人,它是家里面的事 但这个倒过来,它就是外头的事 看两个火,这个护卦啊 如果只看五个摇的话 那就是两只眼睛,大眼等小眼 又不对称,又加了一个摇,所以不上不下 但是呢,这个风火家人,他眼睛是往里看的 是自我反省 那这个就想往外追求了 那火跟泽一火一斤,那所以它是相克的 这个就很难去处理了 那一个中女,一个幼女 又女在家收家房 中女出去做事 那可见,这个好像听起来 也是,不是太是那么回事 所以呢,就做事 我们初九 这个挂整个就一个初九 它是当位的 其他全都不当位 那初九当位呢 自然相对于就好一些 但是,一开始就有毁 跟你当了个位,还没有跟你相应的 所以说,乾隆无用 这个很难自己一人行事 就打比方说丢了马匹 丢了东西 但是他自己都毁了 这个毁恨会消亡 这为什么这么搞呢 很难解释了啊 见恶人,五九 因为你守的正啊 当位,谦卑 阳性,他总是积极正能量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也没太大关系 一开始下面毕竟也是个对方嘛 还是小有所喜的 那九二呢 他守了个中位 又跟他相应的 这个就相对于还好一点 历见大人嘛 你上边揉,下边刚 刚好让你去主动 调大梁 那么六三呢 这个就不好了 他成了羊 有跟他相应 反而是互加互为 本身是 应该刚强,他柔弱 但整体呢 也是向外 去做事了 就好比前这个牛车 很慢呢 走右走不远 但是还不得不走 这个人呢 也是遍体鳞伤 但结果 就告诉你 总给你一些希望啊 已经 我们回想 这个六三摇 在空挂里面 无成有终嘛 这又出来了 你还是依靠别人来做事的 你自己 还是不行的 但总有最后一个说法 你拉的再慢 也能走到头嘛 你毕竟你触发了 多少还是有准备的吧 你知道这个牛车很慢 到时候怎么办的吧 九四 这个魁 也可以说中国魁魁 就是很多这个类像的意思 可以直接去直输胸义 更好理解一点 但是 但是呢 九四 也是有一些 严厉的 遇到什么人了呢 遇到他本来应该拥有的丈夫 那 毕竟是他丈夫 再怎么样 还好 这个上下都有阴谣 这阴阳就 一般都出现感情的时候嘛 六五 又到了中卫 一个军卫 所以呢 要贪图享受吧 阴阳 遇到了这个 自己的家族的人 又找回来了 上九 到了最后 反而是能